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联发现德国人让战士们似乎曾经使用过一种兴奋剂 这种药物可以让人类暂时忘掉困倦的感觉 保持长时间的无睡眠状态 对于战士们来说 这无疑相当于开挂上战场 苏联人不甘落后 相继开发出了同款外挂 同款兴奋剂药物被称作尼古拉耶夫的集体 研发出药物后 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人类身上进行测试 但是找谁来做这个悲催的小白鼠呢 当时的战争背景下战俘很多 而且作为囚犯 他们被关押到何处 无人知晓 因此用他们来做这种惨无人道的实验 最为隐蔽 封闭的房间内 扩印器中传来了实验员的声音 先生们 实验结束了 我们正在关闭气体 并打开房间的大门 保持躺在地板上 否则将会被击毙 检查后你们将被释放 恢复自由 这时 屋内传来了一声沙哑的恢复 我们不想被释放 随后 实验人员打开了封闭房间的大门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被撕裂和掏空内脏的尸体 其他的幸存者们也都惨不忍睹 有的人四肢露着白骨 有的人脸部和身体的皮肤都已经被撕开 里面的惨状让身经百干的实验人员再也没有控制住自己 直接将腹中所有的食物一股脑都喷了出来 这哪里是实验场所 这分明就是地狱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回到15天前 五名身体健壮的战俘被压介到实验场所 年龄从19到26岁不等 实验人员隔着厚厚的玻璃通过话筒对他们说道 诸位 你们需要配合进行一项有益于苏联士兵的实验 你们会吸入一种我国顶尖科学家研发的气体 这种气体不会致命 过程中你们的身体也不会受到伤害 实验将持续30天 30天后你们将重获自由返回自己的假象 但是如果实验过程中你们不遵守实验规则的话 你们犯下的对人类和对苏联的罪行将会被立地正法 随后五名俘虏被关进一间封闭的空间内 以便于实时监测他们的气体摄入量 由于这种气体在高能度下是有毒的 房间与外界之间的连续工具 只有嵌入在厚厚玻璃孔中的麦克风 封闭房间中除了有正常的饮用水 厕所和干燥的地板之外 还备有可以维持至少一个月以上的食物 甚至还准备了大量的娱乐杂志和书籍 刚刚进入封闭房间的囚犯们观察了四周的环境 有的人坐在地上看着书籍 有些人开始互相判谈起来 从各自的工作领域到生活经历 俨然就是才认识的朋友之间的谈话 19岁的汉斯像大家这样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他原本只是驻扎在柏林的外围 并没有经历太多真正的战争 有一天轮到他值班守卫 这个本应该整夜保持清醒的少年却睡了过去 当他醒来后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屠杀了 于是他拼命地逃跑 但是最终还是被抓住了 三个月后辗转到了这里 此时实验室密闭空间中的五个人一片宁静祥和 这种状态几乎持续了整整三天 完全没有合眼的受试者们依然精神振奋 依然闲话家长 互相打趣开玩笑 在回应实验人员的学位时 也没有发生任何的错误 这似乎表明药物气体正在发挥功效 实验人员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一位实验观察人员对他的同事说 全世界都会看到我们强大的士兵们 斯大林同志一定会非常高兴 但是到了第四天 受试者们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 他们的谈话内容从常规事件转向了悲惨的境界 他们谈到受过的创伤 曾经持续的噩梦 以及目睹过其他可怕的事情 这时已经不再有人可以平静地翻阅书籍了 第五天 已经有人开始表现出了精神病的状态 自言自语或者对着墙壁或者其他物体说话 有些人已经开始变得偏执和狂躁 研究人员当然知道有关剥夺睡眠的常识 常人在剥夺睡眠五天后 他的思想会完全混乱 产生的幻觉也会变得越发真实 并且会感到彻骨的恐惧 但实验人员想知道 这到底是由于睡眠不足引起的 还是归功于气体的药效 房间里恢复了安静 此时的状态和四天前相仿 但是已经不再有人拿起书籍 不再有人坐伏地请身 不再有人交谈 每个人都像玩偶一样安静的待着 第九天 话筒中突然传来了女妖般的嚎叫声 通过观察发现声音来自汉斯 汉斯一边嚎叫 一边在房间中疯狂的乱跑 嚎叫声持续了七个小时左右 直到汉斯的声带再也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只留下微弱的沙哑的吱吱声 而此刻其他人却依然没有任何的动静 在让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中 又过了几天 摄像机中已经看不到里面的人员活动了 但氧气水平表明 房间中仍有五名呼吸的男子存在 那他们在哪 研究人员并不想中断研究 但是他们赶到别无选择 于是实验人员向房间喊话宣布 实验结束 他们先打开了通风孔 让新鲜的空气涌进房间 冲淡了残留的刺激气体 这时研究人员忽然听到了男人们的尖叫声 歇斯底里的央求输入更多的兴奋剂气体 随后他们打开了密闭舱的大门 除了被掏空内脏的人死去 其他色名受试者依然有着呼吸 研究人员仔细地检查后发现 这些人的伤口非常的深 严重到令人发展 几乎所有人的胸部和皮肤的肌肉已经被撕裂 似乎是自己给自己做了一场野蛮版的低配手术 研究人员不敢靠近这些受试者 于是派士兵来将男人们转移 而当士兵们要强行将他们移出房间的时候 一位受试者瞬间撕开了一名士兵的喉咙 接着所有人混战成一团 实验人员在此过程中 也找机会对男人们注册了超量的麻肥 但是他们依然如猛 受一本疯狂的战斗 其中一个男人因流血过度 心脏停止了跳动 但整个过程中 他都保持着亢奋的尖叫 最后其他幸存的三个人 被镇静后被转移到了手术室 其中一个人的内脏需要做复原手术 但是在对其恢复的过程中 他尖叫着死去 事件表明 他总共骨折了九根肋骨 全身的肌肉全部被撕裂 另外一个人全身缝合后 首席外科医生说 基于他经历的事情来看 他现在不应该还活 一位女护士在过后的实验辈分中说 在手术的过程中 这只野兽一直在对他微笑 他本以为这说明 他在这种最极端的情况下 受试者仍然保持着幸运的本能 但这时男人突然开始发出嘶哑的声音 好像要说些声音 护士们递给他一支笔和一个本子 男子在本子上写道 继续看吧 而另外的一个男子 同样在整个手术过程中 狂笑不止 并一直要求回到充满药物气体的房间中 一位前科哥伯特工 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为什么不把他们放回到气体的环境中 于是研究人员继续向他们拍摄气体 他们显得十分兴奋 但是也发生了一个诡异的事情 脑电图显示器中 显示出了疯狂的大脑活动 但是很快就消失了 接着这名男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最后一名男子也在数小时内死亡 以上就是苏联实验的完整版本 由于版本众多 细节略有偏差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都市传说虽然很精彩 很刺激 这个实验在网络上 已经被争论了多年 归根结底 它究竟是不是真实的 该实验的流传版本最早出现在 张切在Creepypasta的一个故事 Creepypasta是什么网站的 它主要是由网友通过复制和粘贴去传播一些恐怖的叙述和图像 这些叙述和图像 通常是由网友用偏向简短的文字 以及用字形设计的图像 去表达一些超自然的故事 其目的旨在《下复读者奇因眼球》 当中包括着谋杀 自杀和其他生活中说发生的奇异事件的故事 我们可以理解为开放性的诡异故事论坛 当然论坛中会有真实的事件被张贴 或者是网友的恐怖经历与大家分享 只是真实事件的比例并不高 发言于该网站的知名都市传说 还有寿常人 杀手杰夫 Sonic.exe等等 不得不说 故事都挺精彩的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留言 我有空和大家扯一群 但只是都市传说而已 显然苏联睡眠实验也是其中之一 它并不是某人的亲身经历 暂时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而流传中的这几张遍布全网图片 来源于电影的画面 这就大大降低了该事件的真实性 我们再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不得睡眠是一项严肃的工作 尽管经过了60多年的科学研究 人类目前对于睡眠的科学 还停留在非常初级的阶段 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实际上 人类晚上躺下 并关闭大部分的大脑活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睡觉 我们还并不知道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历史上是的确有真实的不得睡眠实验的 这项实验有证可考最早的呢 是一位叫做兰迪·加德纳的大学生自行完成 他平时就常常思考 人究竟能多长时间不睡觉 以及长期不睡觉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于是兰迪直接用自己进行了睡眠剥夺实验 他找来了他的同学协助他进行实验 并找到了研究员进行记录 在实验进行到近一周的时候 兰迪就出现了幻觉 以及神志不清的情况 在同学和医生的帮助下 他的身体才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最终的结果是 他于1963年12月28日至1964年1月8日 连续240个小时没有睡觉 这也是人类不使用任何兴奋剂的情况下 剥夺睡眠最长的时间 而在真正的医学睡眠实验室中 结果受检者都反映头昏脑胀 不能集中注意力 记忆力明显减退 情绪烦躁不完一发脾气 表情呆滞迷惘 有时甚至沮丧压抑 出现自杀的倾向 个别人还会出现幻觉 多疑敏感 老是一心别人想要害自己 和精神病失败相向 而这种睡眠剥夺实验一旦结束 受检者便立刻陷入沉睡 说明遭到睡眠剥夺后的人 要求补偿的趋势 非常的强烈 而不会是微笑地看着你说的 再来一杯尼乌拉耶夫气体 另外地球上有大约100人 患有一种极为罕见的 睡眠障碍疾病 叫做莫忘式综合症 这其实属于目前无法治愈的脑部疾病 病发原因就是无法关闭大脑活动 法国就有一位27岁的患者 几乎可以连续几个月不睡觉 在此期间该患者并没有明显的困疑 也没有出现情绪失控 记忆障碍或者焦虑 不过每晚9点到11点的期间 它会产生各种幻觉 同时手指和胶脂也会感到疼痛 并且出现血管收缩的状态 科学家们针对这个疾病 想到了一个绝好的方法 就是对患者进行医学昏迷 然而即便是处在昏迷的状态 患有此病的人 大脑依然无法被关闭 而且并没有攻击他人的情况出现 也没有丧失的特质 更不会把自己的胸腔打开 来参观自己的内葬 综上所述 本着无风不起浪和 Narracy Narrow的基本原则 我们基本可以判定 苏联睡眠实验 绝大概率只是一个 有趣刺激的都市传说而已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这个实验完全凭空虚构 也许它真的发生过 只是实验的细节 经过了夸张的艺术加工 成为了都市传说 我们今天的医学科学告诉我们 受检者绝不会在内脏被挖出 和失血过多的情况下 成为丧尸般的亡命斗士 我们都听过八小时睡眠论 就是每晚睡满八个小时 才算获得冲突的睡眠 才会保持精力充沛 目光如炬 于是很多人便要求自己 无论如何都要睡够八小时 否则就会感到异常的焦虑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都市传说 实际上八小时睡眠论 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每个人需要睡眠的时间是不同的 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比如综艺天王吴宗宪 献哥就是每天只需要有几个小时的睡眠 就足够可以在主持节目 或者外景拍摄中活力四射 我们永远看到的 都是那个睿智幽默精力充沛的 嘿嘿 吴宗宪 这就是献哥自身身体因素造成 因此我们的睡眠 只要符合自己的身体需要就好 最后希望医学能够早日突破 至于100位无法入睡的可怜患者 我是小黑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